我们七个人,gay里gay气的 一起塞进一间隔间内,玩水 也许那个时候他们非常的激动 加上空间非常的狭带 他们急着很难受 于是他们就发方式的互相碰撞 变撞变异 今天我要分享我朋友在学校的住宿设施 发生了一些白痴事情 因为考试讲迟 于是这一期就不上市了 希望能了解 由于没什么情演员 就由我来当主角吧 相信大家对这个东西很熟悉吧 没错,这就是每个人学生时期 两多时间于是买来涂的能让白痴变得更白的鞋粉 有一天 室友阿泽在寝室内兴奋的涂他新买来的白痴 你,你,你在干嘛 涂白痴啊 那时我与两位初二的学长室友 以及一位别方的朋友 耀耀 在寝室内无聊没事做 两位学长于是就可以躺在地上的耀耀打眼色 在一旁看漫画的我顿时预料到即将有大事情发生 果然 几秒后 两位学长从床上跳下来 两人各自迅速的抓着阿泽的双手双脚 而又有阿泽从阿泽的手中夺过白痴粉 快速脱下阿泽的裤子内裤 然后在屁股挤上一大堆的痴粉 不行,你这样太慢 于是他直接打开整罐痴粉 把整罐痴粉一滴不落地倒在阿泽的屁股里 在一旁看似的闻世界笑笑 而阿泽则是在那边不停地喊叫 大约一分钟后 痴粉也被打完了 而他们也终于肯放开阿泽 当时阿泽的脸红得比我阿嬷煮饭的蜜辣椒酱还红 他马上冲去厕所内清洗屁股 走廊也被他屁股里滴下来的血粉 弄得一滴一滴白白的 不知情的人还以为阿泽的量真多 他回来后直接连续二小时不与我们对话 最后还是要要请了他吃三块钱的汉堡 他才气小 那时好像有流传着 生日版受刑侵侵侵的一种刺激玩法 但是我也只是听别人说说而已 我没看过也没玩过 而有一天室友阿泽跑来问我 今天要要生日 要回去戈壁闪开他车 蛤 你们要玩那个 不要啦 于是我便错过了亲自帮别人亲身的体验 但是在大约几个星期后的一个夜晚 我洗好澡后准备回寝室睡觉 经过最靠近厕所的那间寝室的时候 听到里面的人在大喊大叫 不要不要不要 于是充满好奇心的我 小声郁郁的退开房门 结果 不要 不要 你们抓紧一点 你快点吐上去 我的杀很痛很痛 那时我终于了解到原来他们所谓的大寿星情室内开他车的生日惊喜 就是把风油涂在寿星的机器上 让他的机器体验下在北极两分钟是什么样的感觉 非常刺激 由于那个时候我实在是看不下去那个残忍的画面 于是我没多看 开门瞄了几年后就回房睡觉了 在宿舍 我们的浴室是共用的 所以通常9点至10点晚上这段期间 浴室里就会塞满人 洗澡时隔间都没人会上水 门大大的开着 全部人穿着底裤一起洗澡 大家不分你我了一起洗 轮流使用隔间内的花沙 或直接用水管洗 非常热闹 有一次有几位他玩的初衷生在周末时留宿 而当天的天气非常炎热 于是他们就打算到浴室里玩水 他们总共7个人 gay里gay气的 一起塞进一间隔间内 玩水 也许那个时候他们非常的激动 加上空间非常的狭暂 他们挤得很难受 于是他们就发疯式的互相碰撞 变撞变洗 结果一不小心把隔间的门给撞爆掉 只傻门掉下来 但是他们好像没什么事情发生一样 继续洗 有些人甚至还踩在门上面洗 好像门得罪的他们一样 而事后为了避免事情被揭穿 他们就拍里面一位比较乖乖在的学生 假装什么事情都不知道 却告诉老师门自己掉了下来 好吧这一听就连白痴也知道他在说谎 那位老师好像也大概猜到原因 但也没打算追究 隔天就叫人把门装了回去 结果在门装好后 他们7个女回去那一间隔间内洗澡互相碰撞 好了后面这句我是阿白的 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订阅 谢谢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